小行星炸击地球是生命难以承受之痛,从三十多亿年前,地球生命诞生开始,就持续不断地遭受着一轮又一轮熔炼,烈火焚身。 幸运的是,生命足够顽强,一直在灾难中地力前行,攀山前进,终于演化出我们这种智慧生命。 可以结问宇宙为何如此荒唐,命运为何如此多穿,事实上生命已足够幸运,太阳系从诞生开始,各种星体就始终处于碰撞之中,最后大量残余物宽,被木星和土星弹向太阳系外围,形成奥尔特云,或者只留在可以摆带,而木星的引力也阻止了内侧一些星子形成行星,只留于火星半侧的小行星带。 不过刚刚有一项研究认为,其中85%的碎片,其实是五六个古代小行星的残骸,所有这些碎片,或称为小行星或彗星,偶尔会把我们地球当成宇宙的射击瓦场,时不时就会来上一发,以前那些生命还好,反正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,被太空炸弹命中就命中了。 现在我们这些自然,知识越多越痛苦,老是担心小行星会落到自己头上。 最近美国宇航约科普渡大学,就建了一个撞击地球模拟器,来评估小行星可能造成的伤害,反正在愁苦,也要免为其难生活下去。 我们也不要害怕了,来看看各种不同大小的小行星,究竟会造成多大伤害。 一,值大多数小行星都比汽车还小,如果逆中地球,感谢大气层,它会让这些家伙烧成无态的流星,可供我们许下心愿。 二,比汽车大一些的小行星,会在高空爆炸,冲击波,不许可以震碎窗户玻璃,光线很强又很近的话,可能晒伤人的皮肤。 三,防雾大小的小行星,会在大气层中爆炸,威力比广岛原子弹烧大,可以移平2.4公里内的建筑物。 四,一座20层楼大小的小行星,绝对是个噩梦,如果撞击到巴黎,整个市中心区域将被摧毁。 五,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小行星100米,如果撞到曼哈顿,整个纽约的将会从地球上被抹去,1600公里外的地方,都会感觉到7.7级地震。 六,800米以上的小行星将产生全球性影响。 白恶界灭绝恐龙的小行星,巨线大小约10公里,撞击坑直径超过160公里,可彻底摧毁美国湖尽亦亚洲大小的区域。 超出的尘埃会进入大气层,导致气候变化,杀死地球上大部分生命。 七,一个伦敦大小的小行星,这种小行星不仅会灭绝整个地球的生命,还可造成地球自转速度的变化,足以让以前的时间减慢半秒钟。 难以想象的不是,一只最大的小行星是古神星,直径945公里。 如果它击中地球,哦,还是不要有什么如果了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